在6年前的时候 我们村里面有一位大叔 不过家人的反对 花6万多块钱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 买回来之后 他就在我们这边靠拉木头为山 然后那时候还赚了不少钱 最近这几年呢 他又拉另外一种东西了 他靠拉这种东西非常的赚钱 一天都能轻松收入2000到3000块钱 然后如果每天都有事情做的话 一个月下来就能把这一辆拖拉机的本钱给赚回来 我们今天来这边看一下他 到底拉的是什么东西这么赚钱呢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大叔干活的地方 前面那辆就是大叔买回来的拖拉机 现在已经开了有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大叔正在这边干活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他 到底是干的是什么活呢 好辛苦哦 那头一次就好捏多 非常的辛苦啊 现在太阳非常大 这一把的话应该有四五十斤 特别重 大叔就在这边装这种玉米杆 这种玉米杆是一种非常好的饲料 然后他会拉到我们镇上去 给一个厂里面加工成这种一节一节的饲料 拿去喂牛还有羊之类的一些动物啊 呃其实虽然说做这个行业非常的赚钱 但是呢非常的辛苦啊 大叔在这边已经呃搬这个玉米杆 搬了有一个小时了 现在才可能装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看着这种玉米杆 非常的长啊 这种玉米杆特别的甜 所以说呃很多动物都非常的喜欢吃 非常的有营养啊 大叔就靠这个拖拉机 然后每天在这边运送这些玉米杆 一天靠它都能收入两千到三千块钱了 这辆拖拉机就是大叔前几年买回来的 呃因为开的呃时间比较久了 说说很多地方都已经生锈了 他说这一辆拖拉机叫什么爬山王来的 当时买回来就是六万块钱 六万多块钱买回来的 利息非常的大 能够呃拔山涉水上山都可以 用来装这种玉米杆非常的轻松啊 一车下来都能装个六七八吨吧 好像 冲盖装高个薄秀 哪一茶拿到呃买的到九千 千八块钱 千八块钱 一根可以来就要茶 要茶 那种上茶 哦 那就上茶 哦 这个呢 一吨九千呢 八两个钱 一八五的呢 一把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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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好咸咕哈 好咸咕啊 不过你能一根哈喽鸭藏的到 用钱两个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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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还有炉后这个 可能三千都有哦 在我们这边 每个村里面都种了有非常多的这种玉米 到了这个季节之后 这玉米都已经成熟 所以说这玉米杆都会被砍掉啊 呃大叔呢 每天就靠 呃运送这些玉米 一天能够赚这么多钱 但是非常的辛苦啊 现在呃这个 省省也过来这边一起帮忙 他们两个人就 每天 拉两趟这个 呃玉米杆到那个场里面就可以了 这些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